好的,聽我講 你正走在一條左廊上 逐步靠近前方的三扇門 你聽到吸血鬼 瘋狂科學家 和突變動物發出的令人毛骨悚然的聲音 它們正在後面追著你 你必須馬上選擇其中一扇門 聲音越來越近 越來越近 而且 砰 你被抓住了 你是否擁有快速解決問題的能力 來應對任何可怕的情況呢? 來做做我們的測試一探究竟吧 對了 請記下你得了多少分 結果將在影片的最後揭曉喔 第一 吸血鬼的攻擊 一個去黑的夜晚 一個機場碌碌的吸血鬼 站在一條冷清的街道上跟著你 突然間 你看到一個敞開門的房子打算躲在裡面 吸血鬼無法進入你的避難所 但卻耐心的在外面等著 不過 你仍有一絲希望 有三條通往房子外面的隧道 但在第一個隧道內有熔岩 第二個隧道的牆壁 每隔十秒鐘就會關閉一次 壓碎所有進入內部的東西 至於第三條隧道 它的地板是如此腐藍脆弱 以至於最輕微的重量都會使它坍塌 讓你跌入深淵 你該怎麼做呢? 你有十秒鐘的思考時間 等到早上 吸血鬼無法忍受日光 沒辦法 它只有放棄補殺你 一個可怕的病毒從實驗室中洩漏 現在地球上所有的動植物都以驚人的速度發生著變異 你一直試圖找到解決方案 但是卻困在病毒出現的實驗室裡 有三扇門可以讓你逃脫 你是不是已經摸索到這些問題的模式啦? 但是 在第一扇門背後 有一些侵略性的食肉仙人掌 第二扇門內隱藏了數百隻劇毒的蜜蜂 第三扇門關著會噴火攻擊你的獵豹 哪扇門可以讓你通往自由呢? 明智地利用你的十秒鐘思考吧 如果你選擇第一扇門 就可以活著離開那裡 即使仙人掌吃肉 它們仍然是植物 沒辦法移動 所以你可以輕鬆地繞過它們 第三 拿把搖桿 這一次 你被一個瘋狂科學家抓住了 他可能就是弄出病毒的那個人 他把你鎖在籠子裡 但卻給了你一個逃脫的機會 你所要做的就是 選擇旁邊牆上的三把搖桿中的一把 第一把搖桿 會讓飢餓的狼進入籠子裡 第二把 會讓水進入籠子 第三把搖桿 會啟動某個裝置 讓籠子頂部撞上地板 把你像蟲子一樣壓扁 你應該選擇哪種搖桿來生存呢 唯一的正確選擇是第二把搖桿 是的 它會讓水進入籠子中 但所有的液體都會通過籠子的欄杆流出 科學家真應該好好動動腦子呢 第四 堅持不懈的追捕者 嗯 還記得你曾經設法逃脫的那個吸血鬼嗎 壞消息 現在又到了晚上 他又回來找你了 現在有三個按鈕 能幫你逃入房內 當你按下第一個按鈕時 一道閃電將擊中吸血鬼 按下第二個按鈕 房間將被寶藏塞滿 各種金幣銀幣餐具和珠寶 你能夠躲在其中 第三個按鈕 將把幾個鏡片對準吸血鬼 讓陽光聚焦在他身上 你應該按哪個按鈕 快想想他要來了 閃電不會殺死吸血鬼 晚上也沒有陽光 但是 當吸血鬼碰觸到銀子時 就會受到傷害 因此 躲在那些銀幣中是最好的主意 第五 生死一線的潛水 你遇到了一個美麗的水下洞穴網絡 於是決定潛入海中 但很快 你迷失了方向 最終 只有三個隧道出口可供選擇 在第一條隧道中 你會看到一條巨大的老沙 它的嘴巴大都可以像吞花生一樣吃掉你 第二條隧道裡 充滿了世界上毒性最強的香芹水母 第三條隧道非常長 你的氧氣罐可能撐不到你逃出去 那麼 你該選擇哪條隧道呢 現在開始 你有十秒的思考時間 選第一個隧道 儘管他們的體型龐大 而且名字聽起來也很可怕 但老沙完全不會去傷害人類 第六 逃生計劃 你被鎖在一個房間裡 又被鎖了 你真的應該小心一點 猜猜怎麼啦 是的 三扇門中的其中一扇 就是你的逃生路線 在第一扇門的後面 在第一扇門的後面 有一條兩年沒吃東西的鱷魚 第二扇門後 藏了一隻飢餓了將近兩周的獅子 在第三扇門後 有一片炙熱的沙漠 哪扇門能讓你通往自由呢 如果你以為那些掠食者不可能在不吃東西的情況下活那麼久 那你就錯啦 鱷魚可以不禁食長達三年 同樣的 獅子是兩周 所以沒錯 他們還活著 而且看到你時 肯定會覺得你美味極啦 不過 你只用等到晚上 沙漠冷卻後 再從第三扇門出來就可以啦 第七 冰城堡 你發現自己被困在一座冰城堡裡 好意外喔 有三扇門可以讓你逃脫 哇 超意外的呢 但是 在第一扇門後 有一隻憤怒的熊 第二扇門後 非常寒冷 你會當場被凍阻 第三扇門後面的走廊裡 水位高於胸 裡面還有機場碌碌的食人魚 你會選擇哪扇門呢 如果這是一座冰城堡 那麼第三扇門後面的水也將被凍結 只需要從上面爬出來就可以啦 不過 那些魚兒真可憐 等等 他們是食人魚 第八 瘋狂科學家的神奇乳液 是的 它回來了 而且又把你綁架了 科學家想要測試它的新型保護霜 在它給你全身塗滿這種神奇乳液後 你會覺得非常不可靠的東西 它讓你選擇三個容器中的一個 進到裡面 其中一個容器裝滿了放射性廢棄物 第二個容器中 有可以腐蝕金屬的酸 第三個 是一年前摧毀掉整個城鎮的火山熔岩 你會選擇哪個容器呢 你有十秒的時間來做出決定 選擇帶有熔岩的容器 如果是一年前爆發的火山 那熔岩早就已經變得又堅固又涼爽了啊 第九 被鎖在房間裡 好吧 你剛剛贏過了科學家 所以他決定把你扔進一個房間 你只能通過天花板上的倉口逃離地牢 不用問 是的 有三個倉口 但是 在打開第一個倉口後 你會遇到一窩毒蛇 第二個倉口的頂部 是一罐滾燙的開水 第三個倉口後 有著非常飢餓的獅子 等著要吃飯 他在這裡等著獵物呢 很聰明吧 那麼 當惡棍入睡時 你應該選擇哪個倉口逃生呢 選擇 因為廢水最終會蒸發 第十 你會選擇哪一個來增加自己的生存機會呢 選擇 鯊魚頭的螳螂 鯊魚不能在陸地上呼吸 所以這隻怪物 看起來望之生味 並以此嚇跑這隻動物嗎 或者說 你會躲在灌木叢或大樹後面 也許你可以跑得比他快 在這傢伙把你做成煎餅前 你有十秒的思考時間 逃離憤怒的犀牛的唯一有效方法 是躲在大樹或灌木叢後 這些動物的視力非常差 如果你躲起來 他們很快就會忘記你 而且 不 你不可能跑得過準備衝刺的犀牛 他們跑得可是非常快呢 不要輕易嘗試 懂了嗎 第十二 沒有窗戶的房間 那他們肯定有蘋果電腦啦 好吧 我不開玩笑了 你被困在一個房間裡 牆壁上的水龍頭 會慢慢放水把房間裝滿 房間裡沒有窗戶 門也是密封的 你有一個拖把和一個大水桶 那麼 你要怎麼做才能讓自己脫離這困境呢 嘿嘿 關掉水龍頭就可以啦 是吧 現在是最令人興奮的部分啦 那就是揭曉你的最終結果 如果你破解了一到四個謎題 那你應該避開吸血鬼 瘋狂科學家和你看到的任何門 開玩笑的 但是你可以多多練習 這樣就可以解決生存謎題啦 亮生活頻道有很多類似的影片喔 如果你解決了五到八個謎題 那麼你很有可能可以度過最意想不到的困難 和生活中有時會存在的危險 多多練習 這樣任何困難都難不倒你啦 但如果你解決了九到十二道謎題 恭喜 像你這樣的人可以擺脫任何困難 無論是在叢林中迷路 卡在電梯中 還是買早餐時忘了牛奶 不過還是需要繼續完善你的技能喔 那麼你能從所有這些場景中全身而退嗎 你有算過我硬塞了多少個雙關羽嗎 你想讓我戒掉還是繼續這麼做 在留言區裡告訴我們吧 如果你看了這個影片後學到了新知識 別忘了給我們的影片點讚 並把它分享給你的朋友吧 但是等等 先不要跑去和瘋狂科學家相親啦 我們的頻道裡還有超過2000個超酷的影片等著你觀看呢 你只需要從左右兩邊的影片挑一個 點擊就可以啦 請持續鎖定量生活頻道吧